大家好,我是张鑫 其实过年快要到了 很多厨房的新手 就是在烦恼过年这时候 要做什么菜给小孩子吃 因为小孩子会有一个寒假都在家里面 今天再来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懒人料理 即使你是新手 他也完全没有失败率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叫做 电子锅炖排骨 这个炖排骨在世界各地 其实都有它的调味方法 我们曾经在韩国大邱 吃过它那里非常有名的炖排骨 而中国不管哪个地方 都有属于自己的炖排骨 炖排骨第一个跟调味有关 第二个跟它的辅料有关 有的人炖萝卜 有的人炖冬瓜 有的人和土豆一起炖 今天我们会拿鸩唇蛋和土豆 还有杏鲍菇 拿来跟排骨炖在一块 黑它的风味还特别好吃 不过一开始讲到这个排骨 我们也来说个历史小故事吧 有一个根据排骨有名的菜 叫做无锡排骨 无锡排骨的发明 还跟和尚有关 奇怪和尚不吃肉 怎么会发明这个无锡排骨呢 那就听我娓娓道来 无锡排骨的发明人 据传说是济公和尚 济公和尚不是早年 在杭州的林颖市出家了吗 出了家不是不能吃肉 也不能喝酒 可是济公和尚 他就是个不守戒律的和尚 他既喝酒也吃肉 有一天他到了个小吃店 把那个小吃店里面 所有的肉给都吃光了 结果那个老板就看着他发草外 也不敢骂他就跟他说 哎呀你这个大和尚包的肉都吃光了 那我明天怎么办 我就只能卖骨头了 这个时候济公和尚一听热了 对对对对对 你明天就卖排骨好了 那个老板说排骨怎么卖 骨头怎么卖啊 那那个济公和尚就跟那个老板说 那你听我呢 我教你一种方法 你就照我的方法下去煮 保证你的排骨卖光光 结果那个老板就仔细听了 反正他也没漏了 只好死马当活马医 济公和尚教了他一种煮法之后 临走之前再从他那个腰带上 他不是有个菩萨吗 把那两根那个菩萨上面的 插出来的那个筋 交给老板说 你煮这个排骨的时候 一定要配上这两个筋 一起煮 保证你生意大好 第二天啊 这个老板没办法了 就只好把剩下的那些骨头 照着那个济公和尚的方法 下去煮一下 没想到一箱扑鼻啊 整个无锡城镇里面的人 都闻到这个味道 大家都争相问这个味道 哪里来的就在他家门口排队 煮到一个时辰把所有的骨头 全部卖光了 从此无锡排骨就开始有名 嘿没想到把一个肉菜 居然跟和尚有关 好嘞 话不多说 今天来分享这一道非常简单容易 临时败率有好吃的 电子锅炖排骨 老婆时间交给你 上 大家好 是玉璐姐 今天我们要用到最主要食材 当然第一个就是排骨 鹌鹑蛋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是土豆跟杏鲍菇 我们先来处理这些辅料 就是辛香料的部分 辛香料的部分 我们切一些姜 切姜片 聚心用的 对 然后呢 我们再切一些这个葱段 葱段 对 葱段我们就一样切大 对 好 接着切一点点的辣椒 有点辣椒味道还是比较好 对 有差哦 等下不吃辣就找不辣的辣椒 但是我觉得还是加点 就是多了一个那个辣椒的一个香气 对 好 这些都搬旁边 对 接着呢 我们就来切这个 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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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切的时候啊 我们这样切 你看哦 你看我的刀法 就是这样 有没有 对 用这样掰的 这样用掰的 它的这个不规则的地方比较多 你在炖的时候 它比较容易绵 而且它比较能吃那个酱汁的味道 就是它会把肉留下来的酱汁 都把它吸进去 你看如果是切平口的 这样 好 所以啊 大家可以试这种方法 我们就把这个全部把它滚刀块 这个杏鲍菇呢 我一样把它切成滚刀块 就是跟马铃薯的形状差不多 对 好 炖完之后 之后看起来大小差不多 吃起来口感差也很大 对 其实就是加了油什么啊 你都可以把它拿来铺底 OK 那我们接着就来处理肉 你看这个排骨 其实我已经把它洗了以后 又泡了水 如果没有泡的时候 你看一下是这样子 原本的颜色是这样子 那你泡一泡以后 肉是不是就变得比较白 这样子的好处呢 就是第一个就是 它这个肉吃起来会比较嫩 还有就是在煮的时候 比较不会有这么多的浮沫 这个就是没有泡的 你还留一块下来做对照 对 专程给大家看一下 这么用心 好 然后我们现在呢 来准备这个调味料 这个是老抽 老抽我今天加一匙 老抽是调色用的 对 就是煮起来颜色比较黑 我觉得比较有食欲 看起来比较漂亮 很多餐厅厨师做菜颜色这么深 都是加老抽 或者是酱色 第二个用的是蚝油 然后呢 我再加两匙的这个酱油 我今天就不用盐了 因为这个味道要稍微重一点点 一匙酒两匙酒 因为我们下面还有铺 其他的那个东西对不对 酒大家也可以自己选择一下 用米酒跟用绍兴出来的味道完全不同 然后这个糖 糖大概是半匙 一点点的胡椒粉 好 就这些 OK 那我们就一样 给他做一个码扎机 你这很大一点 胡椒粉其实也是去形容的 OK 把它抓一抓 多抓一下 好嘞 抓了一阵子 让它稍微入味之后 这个是刚才切的姜片 然后我们再抓一些这个葱 就一起再进来给它抓一抓 这边要特别注意 不是把葱姜全部夹 你看这里还有一部分 只是抓一小部分的姜跟葱 下去一起 腌制而已 其实现在在抓 我现在彼此这样子 闻就已经闻到好香的酱香味 就是那个姜跟葱加进来以后 它是香气超浓郁的 还有就是大家在抓的时候 真的要小心你的手 我这个戴手套 因为这骨头有时候它在剁的时候 很利 很利 然后还有像我刚才在洗的时候 其实我会把一些小骨头都先把它拔掉 不然有时候你不小心一吃牙齿就工作了 就是11万 医生跟我讲了 你一咬就是一只只牙 现在年纪大了 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那我们这个抓一抓 我们就让它先放30分钟 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处理 好嘞 现在已经隔了半个小时了 现在我们就把这些都放到这个电锅里面 刚才剩下的这个葱姜就进来 辣椒我先下这样就好了 好 没有太辣 这个辣椒其实蛮辣的 对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的杏鲍菇 哦 它们是放下面 对 还有这个 这个是马铃薯 土豆 这些放在下面就是为了要吸那个肉汁 这个是鹌醇蛋 其实鹌醇蛋蛮贵的耶 我买这样子要60块 这么贵啊 可是我觉得鹌醇蛋还是蛮好吃的 然后刚才这些肉啊 就直接把它铺在上面 对 这样子 不要一整坨 你不要一整坨 就是把它分开 这样它的酱汁才能均匀的 撒到那个下面的食材上 然后这些辛香料 也把它放进去 所以汁通通给它倒进来 对对对对 不要浪费 你看这样铺天盖地 把所有食材全部都盖住了 也是一大锅 对我买这些排骨180 然后接着呢 安城蛋60 这样这一锅 大概下来250-60块 对对对 这个是啤酒 加啤酒啊 加了啤酒呢 肉质也比较容易软化 我这边大约是300cc左右 所以不加水了 就直接加啤酒就对了 对 好 这电子锅呢 就要上场了 我们现在发现啊 电子锅其实真的很方便 电锅到底其实都很方便 如果你没有电子锅 你就一般的像大同电锅 你就里头放两碗水 然后把它切下去也可以 这我们就盖起来了 现在电子锅很便宜 很便宜啊 看按停就停 准不准 不行 OK 那什么30分钟 这样它就开始了 那我们就可以去休息了 好 等它30分钟 对 好 忍耐一下 一会来开锅四次 OK 哇 时间到了 超香的 呜 哇 看一下 很漂亮 哇 好漂亮哦 哇 那我们现在把它摇出来 我们就准备试吃咯 起锅 起锅 你看 你看 马铃薯都烂了 漂亮 漂亮漂亮 250元电子锅上大菜 你看这么大一盘 已经可以当年菜咯 咱们赶紧来试吃看看 超香的 超香 真的 我们找这一款来看 看看烂了没有 哎呀 烂了烂了 有没有 骨头一拉就要下来了 还保有一点咬劲的感觉 不错 咱们赶紧来尝尝看 录影是一回事 重点是要好吃的 很软 好吃 嗯 不是软的味道 也是香 很香 那这样有很多味 其实很轻松 就丢在电子锅里面 香菜 上面撒点香菜很重要 嗯 你看 这是 已经看不到它的形状 这是马铃薯 烧到剩小小块了 马铃薯这样绵绵的最好吃了 超入味的 嗯 安全蛋哈 我飘在上面这一块 嗯 安全蛋的蛋香还在 其实安全蛋还有一个特殊的蛋黄香味 虽然贵 但是我觉得还真的挺好吃的 对 我也很喜欢吃 因为小小颗的很好玩 嗯 杏鲍菇 杏鲍菇 还脆脆的 而且稀饱的汤汁 QQ的 杏鲍菇QQ的 变得很好吃 口感变得很负责啊 多层次 这个是 这个搅饭 汤汁 这个汤汁哪里搅饭最好吃啊 超好吃 嗯 然后这个吃的时候啊 要跟着那个 马铃薯一起拔 但是如果有老人家小孩 一定要提醒 特别注意 因为安全蛋 容易一吸 就吸进去 被 噎住了 嗯 吃安全蛋的时候 小朋友跟老的 一定要特别小心 刚才就把它切一半 太麻烦 就跟小孩子讲一下 不要跟着饭一起拔 一起拔 就可以了 今天啊 又是分享一道 非常简单的懒人料理 我相信现在很多 小家庭里面 可能没有瓦斯炉 如果你租的是一个套房 电子锅 就会是你最好的选择 简单容易准备一下 按键按下去 三十分钟 就有一道非常好吃的大菜上桌了 张心漫谈 天天都有限制 咱们下回见 拜拜